习访一带一路枢纽,引欧盟惊心川普遏制中共又要出大手笔,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四日到访一带,一路陆海枢纽葡萄牙进行两天访问,引发引欧盟成员国有律法新社说,对于陷入金融危机的葡萄牙来说,大量中国资本的流入,非常重要美媒称,习此行在推销一带一路计划。 川普又要出大手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周二四日建议国会立法禁止进口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所研发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旅美学者分析,中共现在内外交困,而美国底牌很多美国之音报道,习近平对葡萄牙两天的访问日程,包括会见葡萄牙总统马赛洛雷贝洛德索萨,以及签署合作协议。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葡萄牙总统赛洛雷贝洛德索萨,2018年12月4日里斯本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下午与葡萄牙总统德索萨举行会谈。 5日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包括将葡萄牙西南深港西尼石港Port of Science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协议习近平周日在蒲梅刊出的署名文章表示,葡萄牙是链接陆上和海上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 法新是说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在欧洲寒阔希腊和东欧多个国家,但其他欧洲国家担心北京共产政权会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向西方扩张影响力。 上周在巴黎和柏林的倡议下欧,盟成员国就控制外国资金,特别是中国资金流入欧盟达成了一个框架共识。 美国之音报道法,德等国家担心,一旦葡萄牙跟中共签署一带一路协议恐怕会分裂欧盟而葡萄牙不支持法。 德等国家达成的这项共识,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上星期五表示,他感到欣慰的是这项共识的最终协议只规定了欧盟委员会的咨询作用。 科斯塔还说葡萄牙对外国投资并不担心面对全球化欧盟,不应该走保护主义的路。 法广报道陷入资金困难的葡萄牙政府,在几年前就出台了吸引中国投资的各种政策,包括通过对中国人提供优惠移民政策,吸引大批中国投资人到葡萄牙买房,在里斯本国际机场等的游客,都可以看到大幅中文卖房广告。 许多中国企业主或中产阶级,都在葡萄牙拥有房产和长期居住许可证美国之一报道,葡萄牙是西欧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 因此对中国的投资持开放态度葡萄牙政府,除了希望中共投资西尼石港之外,还希望中共的贷款帮助葡萄牙国家能源公司葡萄牙电力公司向海外夸张。 2008年以来的十年间,中共一跃成为葡萄牙第十大贸易伙伴国而2008年,之前中共只排在第28位博尔顿,应禁止进口中共偷技术研发的产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博尔顿周二出席,华尔街日报首席执行官理事会,CEO Council的年会。 他在会上表示,美国已对知识产权盗窃采取更强硬立场,并建议国会立法遏制其他国家中共窃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所生产的商品及服务进入美国,这不是关税问题,而是捍卫美国知识产权。 博尔顿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考虑的想法,我们可能需要额外的立法,对于川习会的后续发展。 博尔顿说,我们需要看到他们中方的行为,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是否有可以往前推进,实现公平和互惠的贸易道路。 这是肯定的法新社说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在欧洲寒扩希腊和东欧多个国家。 但其他欧洲国家担心北京共产政权会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向西方扩张影响力。 上周在巴黎和柏林的倡议下欧盟成员国就控制外国资金,特别是中国资金流入欧盟,达成了一个框架共识。 夏业良中共内外交困,美国抵排很多旅美学者。 夏业良,在美国之音访谈节目中,表示90天期限是两国都需要的铺垫。 美国的中低阶层,无法接受物价骤然上涨,需要心理缓冲现在农产品方面。 中国同意立即从美国大规模购买农产品相当于自动取消,原本要对此加征的关税,这意味着减少了美国农民的损失。 至于未来90天的走势,中共已经承诺将购买1.2万亿美元的商品,尽管并非都是美国商品,但是这个数字相当庞大。 意味着购买进口商品,平均消费力有限的中国老百姓难以完全消化,毕竟中国经济并不景气与此同时。 中共政府在海外慷慨洒逼的同时面对内部动荡,要解决退伍老兵的抗业诉求卡车司机和教师的讨薪等等。 维稳经费的支出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种损耗,使得中国政府步履愈加沉重。 与最重要的国家,美国的交往上善至亲中的基辛格,都表示两国关系目前难以斡旋,难以游说总之中共被西方公认为贸易机会主义者。 对此,美国手里还有很多牌可打。 阿波罗网灵异综合报道。 阿波网室 阿波网 here 阿波网 网�� 阿波网 像